一吞開瑜伽仔 雪雪就自動懷懷 初時都有點擔心 怕她會否害怕或不喜歡 但原來出奇地她就很喜歡 做一些飾紙的時候 譬如有時要抱起她 或者放在我身上 就完全不害怕 很配合 可能就練得多 她的性格都變得很穩定 現在的雪雪坐得很穩定 見到陌生人都不會亂吠 非常乖 但原來五年前的她 是一隻被遺棄的小狗 剛回來我家的時候 她只是一歲多 可能因為被遺棄過 也有心理創傷 她比較細膽 也很悶悶不樂 頭幾個月都很不開心 我盡量帶她出去玩 她多了出去活動 多了跟我們有互動 她逐漸逐漸都很黏 說起領養雪雪 原來都有段估計 Sandy之前是無邪暫托家長 暫養過超過十隻狗狗 但唯獨雪雪留下來 初初來暫托 在我家住的時候 雪雪不懂得去廁所 我就比較擔心她 覺得如果你不懂得去廁所 和她找到新主人 新主人會不會坐一次又不要她 有一天我就和雪雪說 如果你懂得去廁所 我就考慮要你 就是跟她說了這句話 接著她第二天就認識自己去廁所 我答應了雪雪 我一定要兌現我的承諾 這個世上太多貓狗 都需要人的愛和人的照顧 把愛心延續下去幫助多些動物 因為我自己有練習瑜伽 在她家裡也會有練習瑜伽 雪雪很感興趣 每次我鋪一張帽子 她會馬上跳到帽子 和我一起陪伴在旁邊練習瑜伽 然後我有一個想法 就覺得不如和雪雪一起練習吧 Dogga主要是主人做瑜伽 99只是做一個輔助角色 主要是陪伴主人 和主人有個互動 第一個色紙叫樹式 因為抱狗狗在身上做 會再增加難度 主人需要的平衡要更加增加 第二個動作叫三角色 我們可以放在地上 主人可以把手放在身上做支撐 因為主人達到身心靈的放鬆 我覺得狗狗也是感受到這件事 所以他們都會比較安靜和平靜 我們都是有一些Dogga活動去舉辦 說說都會參加 平時以為家裡好像不聽 四處走或者不太反應 但當做了運動後 其實他很自動自覺去配合每個動作 挺好 我真的覺得挺過癮 因為真的挺有親子的活動 我覺得在動作之中 他特別是躺在我們身體 我覺得比較溫暖 瑜伽又可以和他一起玩 不用自己玩 同學可能會覺得 如果我出去練習瑜伽 我又丟下了狗狗在家 會怕他很悶 如果將這兩樣東西配合在一起 他又可以練習瑜伽 又可以狗狗在身邊陪伴在一起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有一個寵物和主影一起的活動 有一個寵物和主影一齊的活動 寵物和主影一齊的活動